音乐 出走人们,欢迎回来 出走吧,国外生活攻略 我们每周平日更新两次 所以请记得关注KKBOX Spotify 也记得订阅Apple Podcast 评五颗星 我是妹 我是Sherry 那先讲今天的主题是 粉丝投稿,靠杯旅办系列啦 哇,是第二集哦 因为第一集是在讲那个嘛 出走荒唐时 那因为我们同时 请他们投稿两个 然后靠杯旅办也蛮红的 大家一直在轰炸我们的 那个私讯盒 可见大家多想抱怨 多想抱怨,多想抱怨你的旅办 在开始之前我觉得我们的片头是 真的,我很喜欢今天的片头 有诶,我们的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在follow我们的片头 我每天都会听 而且我们每次都不一样 对 他们是不是有发现 对,你们认真去拉回去听 那你们有知道这个片头的意思是什么吗? 哈哈哈哈 特别就是在那边乱唱 我跟你说片头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们有那个嘛 登登登 所以它就是音乐请下 然后登登登 但是我们每次都是用不一样的 好啦反正就是很无聊的意思 就是我们很幼稚 因为我们就喜欢 因为我们就觉得这很酷 对,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听 屁孩第一 诶,然后是不是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诶,我们终于上排行榜 真的诶 也不是买榜吧 诶,买榜 买榜 我们没有钱买榜 记得我们都是疫情没有工作的人 真的诶,那个bar 那个bar是要来赞助吗? 最近看他们广告打蛮大的 怎么不找我们这些厉害的podcaster 没关系我下礼拜会打电话给他们 因为我太生气了 好,你就是google一下他们的kirinbarker 都已经第几集了 还不给我赞助 真的很坏 而且每集都有讲到她 对啊坏 我觉得她的销量最近在很好 特别是台北市区 你确定是因为我们吗? 是因为我们一直买 是因为我们哦 我们一直买 是因为我们赞助 好啦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终于上排行榜了啦 居然有上 没有上到前百大 但是差一点点 但是小类别我们不小心 就是爬上去的 我们居然是在什么自我成长哦 第六 有没有搞错 诶,我们有做 诶,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帮出走人们 有那个间接的成长 真的 因为其实有蛮多听众 也是有给我们回馈说是 虽然就是他们笑 就是觉得我们很白目很悲蓝 但是同时也有一点点收获 有收获啦 不是听完了你就觉得 到底在干嘛 对啊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用耳朵 带他们走出去看世界 我讲哪支广告啊 你不看这个词哦 我选很久欸 尼玛帮帮忙哦 尼玛帮忙 我跟你说尼玛帮忙一定又会红 不要再乱讲了 就是你要问出走人们 一定有都知道那种很怂的话 例如说可能 就是窥妹我们在讲 泡妹妹以前 可是我觉得九年习生不会喜欢这个 所以我们就是 你叫我们九年习生的粉丝要关掉 他先不要走 等一下 好了我们要开始了 我会叫他闭嘴 对对对对 那我们可能要去认真学新的台词 好啦 不要啦 赶快啦 今天的主题 欸我会喜欢今天的主题欸 对啊 我们又是精挑 你是不是也很多 对我们精挑去选 又是三个 啊没有选到 不要难过啦 不要哭 对啊 那你下次如果想贿赂我们 你应该知道要寄什么过来了 对 你就给我们爸 然后你的故事很浪 我们还会硬讲 就让你夹聊这样子 这样可以吗 那不行啦 反正我们这次的主题 还蛮明显的 靠杯旅伴 就是跟你一起出走的那个旅伴 你想要靠杯他 欸我这样有解释吗 没有解释啊 因为这本来就不用解释啊 就是很明显嘛 就是你就是骂你的旅伴就对了 可是这很冒险 我的冒险意思是说 你都要出走了 才知道他很北来 很多有时候都这样 所以回来就绝交 后来就直接删来封锁 直接的名单哦 对 密的时候还忽悠 忽悠 忽悠啊 反正就是靠杯旅伴啦 然后从 应该是说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故事中 然后让你们知道有些人哪 这些人有一些征兆 哦 如果他在跟你讨论旅游的话 你就说 不好意思 但是我不太方便跟你出国 可以先拒绝 还是我们现在已经教他们 避免绝交啊 避免绝交啊 对啊 对啊 因为很多 就像我们上次第 不知道第几集 第八集嘛 就是我们想到那个情侣的部分 对 其实这个也很小 但是这个的话是我们 出走人们的亲身经历 嗯 所以我想说 那我们就是来念稿 然后帮他们分析一下 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因为说不定就是投稿者的问题 对啊 我们不能偏袒谁啦 不能偏袒 对 那我们就是念完他们的故事之后 再帮他们分析一下 对 再顺便帮他靠北他朋友 对 如果需要靠北的话 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朋友也很类似 那记得要帮我们分享出去 让他听一下 诶 我觉得我们是不错 因为你看他投稿完 我们在念的时候 他是不是又可以传给他朋友说 诶 你听 这就是你 他朋友是不是就说 什么很熟悉的故事呢 不会是在讲我吧 就是间接的骂 对 就是透过我们来骂那个人 对啊 我不错诶 很棒 那我觉得他们没你投稿的人 应该要给我们罢 应该要 好啦 我等一下再打电话跟他们 但他们没有留电话 哈哈哈 我在想办法 好啦 那我们就要念我们的 第一个投稿内容啦 第一个是来自安安 安安 他是不是跟我打招 我还是说安安 跟你一样安安 他叫 他叫安安安 然后他是出的国家是日本 哦 是出去玩吧 说到日本上一集还是要听吧 上一集很闹诶 上一集很闹诶 上一集我觉得很闹又有收获 对啊 我觉得很棒 我有做笔记 诶 因为你又不可能去日本工作 你自己都做 我不可能 所以我听完的话 这就是我的收获 就是我会让自己 跟自己说 那我就不想去日本 对我会直接去五天 然后就回来 这样子 好啦 第一个的安安的话 然后他要靠北市 他的大学朋友 哦 对 靠北市街市美妆代购 无极限 和大学朋友去日本时 他为了帮妈妈代购美妆 美到一个新的美妆店 就要进去逛快一个小时 还要和妈妈视讯 确认美妆到底有没有买对 让对美妆 美兴趣的我只能在外面干等 但还是 没有跟朋友闹翻了 但他现在 还不知道我的小剧场 传给他 就是要传给他 传给他 诶 这我也会生气 因为我也不是美妆style的 我们是酒水style 我们是酒水style 对 但是我觉得 就是在东西后地 我们会在那个酒区 排很久 看很久 诶 直接高潮在那里 诶 诶 诶 这都可以在那里很久 真的诶 然后手臂都很酸 因为我会买很多支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美不美妆的问题 而是例如说 我觉得没礼貌诶 对 应该是说 你应该要事先跟你的朋友说 诶 我可能会逛很久 因为我要帮我妈买东西 那你要不要先去别的地方逛 因为像之前 我们去日本跟朋友玩的时候 不是也是 就分开 对啊 你懂吗 我不要硬要一起逛一样的地方 对 因为你们 我觉得甚至连吃饭 他不能吃牛 你又爱吃牛 我觉得真的不用硬要一起吃 你就是分开 对 因为没有人比你们一定要坐在一起吃 对啊 对啊 我是觉得就是 你要先跟他讲好 说你会在这一趴花比较多时间 不要让人家在那边等 诶 出国诶 他有花钱 又不是只有你花钱 真的 不然你买美妆送他 对 但是他没有要 他就不要 他就说他没兴趣 所以应该是安安的这个大学朋友 应该就要事先讲 诶我会买很多哦 那你就先全面弄贡 回来的时候我们再集合之类的 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安安这个本人 他自己也要检讨 要检讨 因为他自己 检讨被爱者 他自己就要很是像说 那我去哪里逛哦 自己不要等别人跟你讲啊 除非他很怕 他可能这个人帮他出他的旅游费之类的吗 可能是耶 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子做的话 你可以自己想办法 说哦好 那你给我妈妈帮你妈买 然后我要去逛哪里哪里 诶但是你知道 可能他大学朋友就会说什么 啊我快好了啦 我快好了啦 你在等一下 哦小米打啊 那你说我现在给你去10 30分钟哦 而且我真的觉得 好这个我们有算帮他解决吧 就是你们就分开啦 然后但是我一直觉得为什么 出国一定要做这些事 真的 你有发现吗 就是出国的时候 我那么爱出国 你只要跟你的朋友说 哦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日本人去哪里 那你可以帮我买什么什么吗 我到底为什么要帮你买啊 就是 是带购吗 请问我们的那个行李箱的公斤数 我们没有付钱吗 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会这样子讲的真的很没礼貌 我是觉得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有时候是会比较 可能在自己比较好的朋友社团里面 会问 我觉得这种像我自己主动的 我就觉得我很心甘情愿买 因为例如说 我觉得说可能有几个很好的姐妹 那我本来就知道 他们跟我用的产品差不多 所以我就可能会直接问他们说 要不要帮你们买 我觉得我这个一定是心甘情愿 但是 很不爽的就是那种 可能我跟你本来就没有很熟 对 这时候就变熟 对 我现在看到你在日本 可以帮我买 而且还买一堆 真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烦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说 我们要去日本 要不要帮你买 我们只是问 我们没有要你答应 我们没有要你说好 我们只是礼貌 你懂吗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会让我们 就像我们说你要不要吃 我没有一定要给你吃 我问你要不要吃 你就真的给我拿走我的生鱼片 我觉得当你的朋友会很混乱 那你以后就不要问 我就不要问 但是我会觉得很没礼貌 他一直看我 哦 我说你要吃吗 但不能吃 但是我只有两片 强调B 强调B 他在看的时候就说 你想吃吗 我跟你讲在哪里吗 好啦 我就不要问 我自己去倡库吃 你们都看不到我 之类的 应该是说 我们问你 但是你们不一定说 要不然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买 我觉得好可以 小东西 还叫人家买电锅 是怎样 买吹风机 请问我是行李箱三个吗 真的 而且你都不带大行李箱的 真的 我就觉得很没礼貌 到底为什么凭什么 我要帮你买东西呀 而且我跟你说 我有听过很夸张的 我朋友帮他买 那个人还嫌贵 蛤 他就说 蛤 他上次帮他买才多少 我说奇怪 你没有多给就算了 你还抱怨 讨厌死了 怎么变成我在抱怨 没有啦 但是我是没有遇到 但是我跟你讲 一定有出走人能一直不爽这种事 我觉得有你们自己来留言说 你们是遇到很多这种人 特别是那种 你本来就像我刚刚说不熟 然后你打个线东西就立马密说 立马密说 可帮买 对啊可帮买 然后就传一堆照片 我们是去玩 我们不是去帮你买东西 再来第二个 大家适可吃 第二个我觉得还好 第二个我没有要抱怨 第二个我只是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就是我出国我要买回东西送礼物给别人 对 有时候送掉是什么其实很没用 是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已经是一种现象 就好像是说你出国你回来 大家就一定会那种水汪汪的眼睛说你回来啦 好啊 因为之前别人出国也会拿回来给我们 对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抱怨 还是我们说你不要给我 因为私后出国我没有要给你 我来分享好了 我跟你讲奥米亚给这个东西 真的奥米亚给到底谁发明的啊 在菲律宾是非常严重的 是超级严重的 严重的意思是一定要买给他 不是是大家根本就是用求的 就是大家就说 你现在去那里 那你记得要带奥米亚给给我 是菲律宾人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要炫药 不是不是是他跟别人要 例如说你的朋友出国 那你就会一直跟他要奥米亚给 所以我会主动要 不是我主动买回来送你 不是就例如说 我看到我的 例如说一个菲律宾人 我可能看到我去日本或韩国 就是主动买说 你有没有回菲律宾啊 记得带一些土壤回来给我吃啊 就是已经 而且是那种要的相 反正菲律宾奥米亚给的相 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糟糕到 其实会有一些板是在骂这个的 就是因为你知道 很多菲律宾人都是在国外工作 像美国啊 或者是一些中东国家 然后他们就会在板上面就是分享说 例如说我每次回美国的时候 我的钱都会全部花光 因为大家都要一直跟我要奥米亚给 我觉得菲律宾人是会主动义 但是台湾人已经变成什么 我会自己买了 其实我那时候去澳洲回来 我直接记得大概45公斤的东西回来 因为台湾人比较像是自主啊 就我比较想给这样 对就是我不买好像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非洲人就说 巴斯鲁笨 就是那种 我可以骂她说 超凡 no money 所以幸好 我是觉得台湾的朋友都没有这种问题 就是大家有拿到 就很开心 但是大家都不要 没有给其实也还好啦 但是感觉有些人会不会自己放在心上 所以有时候你穷游 你知道你就钱刚刚好 对啊 尤其我都穷游啊 所以只好买一些敷衍的东西送 对啊对啊 心意最重要 我觉得我们亚迪如果真的没什么钱 明信片其实也不错啦 那个也没有贵 但是明信片 寄中捏 不用寄啊 我寄啦 没有人做到 你就是直接回台湾再寄 啊也可以 我应该真的要这样 台湾有寄 好啦 这是第一个安安的照给大学的朋友 应该学交了啦 没关系 大学了应该过很久了 我跟你说 你们两个兴趣不一样 就不要当朋友啦 真的 我觉得我们班 因为我们就是发现 就是过了25岁的时候 就是要该筛选一些不适合的人 人生不要留太多有的美的人 真的 我们果然是自我成长的分类呢 真的 而且你断舍离不只是东西 人也要断舍离 真的 不要断我呢 好啦 再说啦 再说 再怎么说 我们唱的也很好听啊 片头的部分 再说我们必须要一起买bar 对我们要一起买bar 好那感谢安安给我们投稿 感谢 那我们现在就要念我们第二个投稿 这个有点难念 它的名字叫 Hey Hey it's Tiffany Hey it's Tiffany 那它的出走国家是德国 然后她现在要靠杯的旅办是她的前男友 哎呦 抱怨前男友 我不知道前男友超多事可以抱怨啊 你干嘛 你前男友不是很旧以前的事吗 对对对 先不要讲 我们现在来读一下信件内容 这个是主题啦 要靠杯的旅办是前男友 靠杯事迹是爱耍阔 装大方 我喜欢这个 那内容的话 内容的部分是 和当时男友去德国旅行时 男友爱耍阔装大方 说钱都她付就好 但在吃饭的时候 男朋友就突然说 我都已经付饭店钱了 你为什么不能自己付吃饭的钱 然后女生就说 你不是很阔 说你来付就好 这个她没有讲出来啦 就是她心里面的OS这样 然后女生就是当下满脸问号 所以男生真的要依照自己的经济能力来判断 不要乱说话 去旅行 也真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等一下 她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吃饭的时候男生说她付钱 然后她又突然反过来说 她是人格分裂吗 前面说我付了 我付了 干嘛 她人格分裂 很像是说 一开始可能出国钱就说 没关系 没关系我们出国 然后我付都我付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就突然说 我都付了 你还是要付一点什么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第八 第八集有讲 就是一样啊 就是骂情侣那一集啊 骂情侣的 这个也不是男生而已啊 女生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 讲好要付什么 但到最后又不付 或者是说怎么样 或者是说女生可能都会觉得都要男生付 对啊 或者是平时有些是女生她有要付 但是男生就是像这个一样 她就是装大方说 没关系没关系都我出都我出 等她真的出很多 就是我现在出我甘愿出 就像我们这一讲的 我甘愿出你就要出的甘愿 你不要之后又来去翻酒账 所以我觉得Tiffany的点应该不是她 也不是钱的问题你懂吗 我觉得不是钱 就是她 对她有要出啊 但是男生自己在那边说她付啊 一开始耍破 对 那可能她是最近可能刚好破产 可能是出了之后 因为她一开始可能真的很有钱 对 然后她说 然后她说 干一下那个什么 干投资失败 对 股票大跌之类的 然后就人格失利 你怎么知道投资股票 没有我就随便讲一个 随便讲一个 比较明显的大跌 还是到了当面才发现 德国乡航竟然要5欧 她可能以为她们是要去菲律宾很便宜之类的 就说 居然是这里啊 就是德国 这个真的是要去听我们的第八集 因为我们真的是骂了一整集 对啊 我们骂了一整集 我觉得尤其是情侣在钱上面 我觉得朋友还好讲啊 但是我觉得情侣的话 那个钱价值观就是可能要稍微讲清楚 就是我们有第八集就说嘛 就是有时候你们两个情侣局真的 可能不想要计较 但是其实有时候 钱这个东西不计较 反而会造成你们吵架的点 对 我觉得真的要去讲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没有讲好 就是当男生在说 他可能专货的都他付钱的时候 可能Tiffin你就要站起来说 哦好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吃东西我可以小付一点 对啊 就他至少说你们出国之前 而不是到餐厅当下你才发现 可能要付钱 对或者是他说钱他都付就好了 你就说 但是饭店也已经你出了 什么 然后如果男生这时候就说 哦好那没关系 就是你要让那男生知道说 提醒他 因为有时候男生就是真的很笨 他可能忘记 还是这样 爱耍大男人 对他就说 然后可能他后面才发现说 哦对啊 我饭店也已经出了 好然后他就反悔 对啊 那女生你要来出 但我觉得这男生也很白目欸 蛮白目 你讲出去的话你就不要再 对啊 是男人欸 真的欸 有没有 好没有啦 干嘛想像别人又敢想 我是觉得这个的问题 其实应该是 沟通一定有问题啦 就是可能 没有沟通 男生就说 没关系我付就好 但是他的意思也可能只是说 哦大钱我付 你懂吗 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 沟通上的障碍 或者是他其实是讲那一餐他付呢 他其实只是讲那一餐 你说给女生付吗 对还是他说那一餐 他 哦他说钱都他付呢 就是他当下就说 嗯 哦我饭店钱都付啦 那为什么吃饭的钱 你不能自己付 那样的感觉 好啦就是没讲好啦 去听第八集 那个 Hey it's Tiffany 去听第八集 听第八集就对了 因为我们那里已经骂过了 我不想再骂第二次 哈哈哈 对啊 因为你看我们上次也有分享到 就是我们 你跟你老公出去都怎么分 你有没有 都是先预先讲好 因为可能男生的经济能力比较好 但是你也不是不出嘛 就是可能 大钱就他出 然后吃了可能你出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就是没分配好而已啦 就是这样子 对啊 对没有讲好而已 然后男生就有点白目白目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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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就是你可能 就是沒討論啦 就嗆他就好 你就說以後不要耍酷 所以我就在嗆 真的 耍你耍 我知道你有能力 但是 我知道你也想要讓我付錢 但是有時候你不要講得太死 全部我付 真的就是講得太死 對啊 你自己愛講 然後後面又反悔 沒錯 這樣不行 真的是聽我們有自我成長 自我就是一直被罵 然後就成長 還有教育 順便教育那些人欠罵 欠罵呢 好啦 好啦這是第二位 第二位投稿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我特地選 因為想說又是關於預算的部分 你回去跟你拿到討論一下 沒錯 而且我覺得出走人沒定 就可以分享給你們的男朋友 或是你們的旅伴 你們可以開會討論說 你們覺得針對這一對要怎麼討論 我覺得有時候其實 情侶你可以再藉由第三方情侶 藉由他們的故事 然後你就可以從此知道 男生對這一個的看法是什麼 你就可以知道這男生 跟你的觀點有沒有一樣 我覺得這也不錯 就是你有時候其實想要嗆你男朋友 但是你不能直接嗆 後來就拿第三個人的故事 你懂嗎 他就會好像 好像我 好像我 沒有啊 剛好之類的 就是你 就是你 然後就是一直間接被我們兩個罵 對 就是你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念第三個靠杯旅辦 好不好 第三個是來自喵喵小姐 我喜歡這個名字 喵喵 你不要每個名字都喜歡好不好 你以為你這樣子他們就會給bar嗎 我覺得很會 對啊 好啦 出走國家澳洲 澳洲 你的澳洲 愛面子的說謊經 完了 他還幫他取名字 他還幫他的故事取名字 好可愛 好可愛 愛面子耶 愛面子真的不行 好 我念嗎 來你念 當初因為做工作做到覺得心累 也想要出國尋找更多可能性 我的大學同學就提要不要一起去澳洲打工度假 於是我一口氣就答應了 在度過半年的澳洲打工度假生活後 我們決定要開車還澳 因為我是一個喜歡事先安排好行程的人 我安排了每天要開多少里 這是長距離 然後車子開到哪裡需要保養維修 因為澳洲的車子維修服務就是要事先預約的 然後要住的地方等等 就是他會安排很多東西 然後我還特地提醒我朋友駕駛 他朋友是駕駛 所以他是計劃的他朋友是駕駛 好 一定要記得預約車廠維修的服務 結果他這裡給他那個駕駛味 對加速還來 對加速還來 結果因為我朋友英文不好 又不敢拉下面子問我英文 於是最後他根本沒預約到 我們就冒著線 跨越整個內陸 很強 真的很可怕 因為澳洲是隨便 你突然拋毛 你就是直接停在沙漠 你懂嗎 他不像台灣那麼小 他後面還有 等一下我再講 然後有一晚我們在sharehouse 遇到台灣的背包客 他們就問我們說我們的環澳的行程都是怎麼安排的 我白木同學居然說很簡單 只要計算每天要開多少禮就好 那時候我在吃泡麵 當下整個臉垮掉 很有畫面 因為他說的好像都是他安排的一樣 好這裡highlight結束 所以在一個人身地不守孤立無緣的情況下 往往才能看出人性的黑暗面 不然在大學和他相處的時候根本感覺不出來 哇這個真的要 欸這我們也是有講到欸 有有有 就是像出國的時候 你會在出國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這個人是不是值得走一輩子的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情侶的問題了 再次強調 朋友也是 同事也會有 幸好我們出國都多次都沒這個問題 真的欸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像剛剛他說那個車子的部分 那個真的很誇張 因為其實你去澳洲打工度下 你買的那個二手車都是很舊的 你不可能買新車 因為很窮 就背包客啊 你都可能花一千澳或一千五百澳 可能就是不到十萬五六萬就可以買一台車 你就可能弄十幾年的車 很久的 所以你要很注重保養 而且就像他說的澳洲本來就是要提早預約 因為他不是像台灣人力那麼多 對對對 所以你沒有提早預約 我覺得他朋友真的很白目 英文不好然後又不問他英文 因為這個投稿的應該是會英文啦 因為他們一定是有一個要會英文 然後一個不太會英文 然後就不敢問 然後也沒預約 所以他們就這樣子都沒有維修欸 我覺得超可憐 那個車路突然爆炸還是幹嘛 或是拋毛停下你沒零件 就真的是困在那裡 他們就會很像那種 我們在看美國電影那種荒嬌以外那種 殺人魔的 殺人魔的 就是我那麼愛看這種 所以我覺得他們還蠻幸運的 超幸運的 超幸運 而且跨越整個內路很大很長欸 因為我跟你說 就算是新車也很有拋毛的問題 對也會有問題 然後更換這又是舊車 因為在菲律賓 其實我們要開很遠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也會確定把車子盡量做到微銷再開 但是菲律賓算小囉 菲律賓算小 而且人蠻多的 然後說是地廣人稀啊 你怎麼可能隨便遇到一個人幫你修 你如果真的遇到 可能他真的就是殺人魔 就在那裡 不可能世界上幸運成這樣啦 就是你車子壞了 然後你又遇到一個好人 但是他們真的是無敵幸運 因為就是沒事 我覺得撇開這個 然後他說什麼規劃行程荒 啊我的那個行程 他還在那邊搶人家Credit 真的很好意思欸 真的很好意思欸 為什麼那個誰 那個叫什麼名字 喵喵小姐 為什麼不罵回去 所以我就說靠明明都是我企劃 Excuse me Hello 你怎麼排的那個行程 還預約還不預約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們可以直接吵架 是我就直接罵欸 說你確定是你 我們投稿的聽眾 他們的那個情緒管理好像都不錯欸 不像我們欸 沒有是人都太好 人都太好 我們情緒管理很好 問題是我們都直接 對 我覺得你們就是要直接 因為你們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蠻吃虧的 是我就直接把我吃的那個泡麵水 直接灑在他臉上 欸 不要啦會這樣傷 不要學不要學 你可以拿麵丟他 對就是 有點冷 不要浪費麵 因為重點就是我覺得他們就是人都很好 然後不會像我們會罵人 我們也沒有罵人 所以他們才要投稿給我們 我們教他們 我們要幫他們罵 好那你們要傳給他們喔 這真的是很白目欸 而且到底英文不好預約這個為什麼不問朋友啊 你們不熟嗎 真的有人會愛好面子愛成這樣嗎 但是我還蠻喜歡他最後寫的 你看就是 就是你平常在大學在台灣的時候 跟他相處就真的都很愉快 對 但是你一出國遇到一些問題 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懂得機制的處理啊 或者是到底懂不懂 逃避型 對或是到底懂不懂跟你溝通啊 什麼什麼的 真的欸 所以出國也算是一個考驗 是種歷練啊 但是這樣很冒險 因為我想要我的出國 我想要我的出走旅程是開心的 結果有人來亂 所以應該是要警惕各位出走人們 就是你可能在找旅伴的時候 我覺得在台灣 我們很難讓他們在台灣就知道 他到底要放 有啦我們上次有教他們先在台灣玩一個那種 國內的 就是你有過夜過你才知道啊 像你這樣靠北區 你不是說大概住了兩三天 你才會發現這個人不愛洗澡啊 這個人一服亂丟啊 這也都是要三四天以後 比較三四天以上的行程 你才可以發現 因為你一兩天不太明顯 生活習慣 對啊 所以其實出走真的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欸 對啊我覺得很棒 而且我覺得 你雖然可能當下出走你覺得你很吃虧 就是你很不爽亡的不開心 但是你借此之後可以知道這個人 到底適不適合繼續當一輩子 就像剛剛跟你們講你要篩選朋友 這時候就適合斷捨離了 他那個時候是大學 他現在也應該已經社會人次了我覺得 我覺得 對就是我覺得他這樣 在那時候他就會是這樣的話 他也是很難改啦 本性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都有沒有把他們這些不爽的東西 跟當事人講 你懂嗎 因為我們沒有後續 你們如果不爽放在心裡 我覺得其實 也不太好 對 因為對方根本也不知道 他們就永遠都不知道 因為有些人他就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像 可能目前的聽眾你們沒有遇到這些問題 那之後你們可能也是有機會的話 我是覺得你們一定要把問題提出來討論 因為我覺得說你直接講 他知道問題 他死性不改 那就不會是你的問題了 你懂嗎 重點是你沒講 他就不知道 因為他就覺得說 你又不講我以為我們相處得好好的 但是你卻在背地這樣說我 反而會造成問題 對 我覺得台灣人有時候會不會想太多 他們會覺得說 我這樣講會不會破壞什麼 其實沒有你不講你才是破壞 對啊我覺得你不講其實真的 因為他們又不是通靈者 怎麼知道 所以我們真的要教他們 學會直接 但是直接也要拿捏 要拿捏 不是白目的直接 就是剛剛好把 針對重點去做 一個怎麼講 描述 就是針對重點去講 針對事情 就事論事不要對人 可能就不要說 你還記得三年前 他就這樣的問題 應該是說就是就事論事 然後針對問題去做解決 那個泡麵也是不用丟他 好啦我們剛剛講的 你們不要真的 對 就準備去拉 有時候玩笑跟笑分清楚 有界限 好啦那今天就是這三則 這三則投稿 那各位其實我們還是有在陸續 收集投稿 就是出走荒唐時跟靠杯旅辦 這兩個系列 對歡迎去我們的粉專 出走吧國外生活攻略 對去那邊投稿 歡迎歡迎投稿 然後我們目前在匹克邦跟Youtube 也都有我們的音檔 沒錯 還有我們的文字稿在匹克邦 對對對 因為像我們前幾集都會講到一些旅遊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也可以多看一下匹克邦 因為我們會附一些照片 對 歡迎去看 好啦差不多這樣啦 那記得要多關注我們的Cakebox Spotify 然後記得在Apple Podcast 幫我們打五顆星評分 拜託幫我們評分啊 對啊 你覺得這個出走人們 如果覺得我們這集很有趣 也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對 或者是贊助BOB 贊助BOB OK 好啦謝謝大家收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May 我是Sherry 掰掰